其实就晚清的情况来看 八国联军侵华是迟早的事 只是当时的清政府盲目自信 没有注意到局势的变化 而且以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情况来看 他们早已丧失了抵抗的能力 汉武帝极具战略的眼光 使丝绸之路成功面世 此举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又推动了世界文化的流通 还能帮助中国掌握西域各国的资料 做到被与筹谋 顺便还宣传我国的强大以震慑他国 但是丝绸之路的存在 足以勾起其他国家的嫉妒与贪婪 这其中就属英国嘴脸最为丑恶 英国因其自身实力的不足 所以它利用一些为人所不齿的计谋 打败了西班牙和法兰西 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 在非洲和美洲已经无力可寻的时候 想起了中国 这个传说中的富裕的东方大国 不过虽然清朝后来没落了 但也不能否认清朝中期以前 中国还是一个无人感期的存在 所以哪怕英国在非洲和美洲 搅得天翻地覆 那它也不敢随意对中国下手 1793年 马格尔尼带着先进的技术来到中国 表面上是为了与中国做生意 实际上它是来考察中国的实力 是否如传言所说的那般强大 不过乾隆当时正采取闭关锁国的战略 对于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一点兴趣都没有 直接拒绝了他们 马格尔尼对中国皇帝及其官僚 逼迫他下跪叩头 更是深感屈辱 对中国文明的敬意和好感 也因而荡然无存 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清廷的主战派 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 殷实恶剑乾隆济石 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 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 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 失败的马格尔尼回去后 究竟怎样描述的中国 我们无从知晓 不过从这时开始 英国人就开始有所计划了 在通商不成的情况下 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 中国人的抗争 只是给他们的入侵带来了借口 鸦片战争就这样发生了 就是这场战争让我们失去了香港 让香港在一百多年里 受尽了英国的殖民压迫 而这场战争的危害不仅于此 它让中国在丧失了领土主权的情况下 还丧失了贸易和关税的主权 这更导致了大量白银的外流 1900年 一场灾难到来了 英国又带着11个国家来了 他们把中国当成了聚宝盆 存钱贯 什么时候想要宝贝 想要钱 想要土地 就来中国转一圈 其实有很多国家 还是对中国存有畏惧之心的 但是都耐不住英国的热情相邀 所以哪怕有的国家就派了几十个人 他们也在联军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英国人的心是黑的 欧洲人甚至形容英国人 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太平天国明确表示拒绝和英国合作 明晚表示愿意和除了英国外的任何国家所生意 有钱赚都不愿意 从这儿我们足以看出英国人的讨厌程度 但从印度的发展来看 在英国殖民的几百年里 领土分裂 经济不说下滑 也是停滞不前的 这就是英国人的阴谋 他们在印度培养多方势力 阻挠印度人民缓解反抗 挑拨他们互相斗争 对于英国人而言 殖民地就是给他们提供财富的机器 他们享受着殖民地带来的利益 厌恶嫌弃着殖民地的人民 英国在做世界霸主的时间里 世界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各个地方都在打仗 所幸二战后英国一跃成为二流 英国人的卑鄙无耻自私 注定了他眼界的狭小 他在乎的只有财富 为了掠夺财富 他可以毫无下限 日本要的是资源 沙俄要的是土地 而英国要的却是你的命 他会一点点的榨干你的价值 让你再无资本翻身 就是物财富 不离原地は价值